我正在房车里睡觉 突然光当了一声 给我吓一跳 我的狗也被吓得汪汪叫 房车也被撞到晃了一下 我赶紧下车查看 这小伙刚才给我吃了瘦呢 瘦在哪里 他瘦到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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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瘦 没啥事倒是没啥事 装尿器来给我拖着 没事 他这个除了一块也没注意也正常 就是心悔没啥事 要有事这玩意不好去 那能折回去吗 就我怕他走 我刚才试了没事 就这点 我刚下车的时候确实有点生气 我问他他说没撞 后来他又承认了 他说撞我那个拓展那个脚上了 我看了一下也撞得不严重 就跟他说算了 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大早上就被吓一跳 因为车被撞坏了 幸亏没啥事 我先刷刷牙再洗洗脸 又喝了点水 把窗户都打开 给房车通通缝 我要骑上我心爱的小萌萄出去觅食了 这一站我来到了广东 为了带不方便 我又买了个小萌萄 还不咋适应 差点摔倒了 幸亏我有大长腿 我要出去兜缝了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我来到小萌萄 我来到小萌萄